要走一个球的圆弧 而不要走切线 不要走切线 不要直接过来了 不要直接从东西跑到南北来了 你从这边 两边都是走一个圆弧 这边你看两边都是从侧面走一个圆弧 走圆弧 圆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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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懂 点到点 不要这样走 不要这样走 不要走直的 不要这样走 有没有懂 你们一开始练的方位还不懂 懂得 你可以先记这个 左右 前后 左右 前后 左右 前后 上下 前后 左右 你可以先记这几个方位 可是你们方位熟 熟的 方位熟的 就 就不可以这样做 所以当你在走圆弧的时候 你这个手 你看 我这个手在走圆弧的时候 从这样子 这个手的 你看 手是在做这个 运动 是在做这个 手掌本身 是在做这个圆弧运动 而不是这样子的 不是手掌没有动 你们有没有懂 你们来看 慢慢练 这个手 慢慢练习 你在做的时候 比较熟 熟的 老学生 方位会的 你看 不要手掌没动 在做这个 不要手掌没动 在做 而是 而是由手掌先动 你看 你看我这个手 要不懂 所以这边全都是松 松的 你看 从这边走 手掌是这样走的 要不懂 你在走圆弧的时候 你的手掌要变成一个圆 圆 圆 圆弧 你手掌变成一个圆弧 这样走 你看 一直在变化 一直在变化 你看这个手掌 往这边拉的时候 它是这样子 你看往这边拉 它是这样子 它是这个圆 圆弧 你看 这样走 往这边要走的时候 是从这边 这边形成一个圆 圆弧 要不懂 我就挑手掌 让一个适合的部分 不是 是你的手掌 要贴着那个圆 你是走每一个角度 你都要贴到那个圆弧 整支手掌都要贴那支圆弧 贴到 假设是一个球 对 你在走的任何角度 你的手掌都要贴住那个弧 贴到那个弧 弧 上面 那我这样子的话 我怀疑练到最后 手指头会动 整个手掌的肌肉 都要会动 指头算大的 这边 都要会动 你看 是这样子 是这样动 所以是这样动 有没有动 贴着皮肤 当我这样走的时候 我是你看 我是这个在走 我往这边走的时候 我是手的这个在走 往前面的时候 我是手掌 你看这个在走 有没有动 有没有动 往后是这个在走 里面的东西在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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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样意思 所以老学生 方位对的 不要去用肩膀推 不要手没动 去用肩膀推 做圆 有没有动 是由这个 你在小 小的话也是一样 你看 我是掌 手掌 手掌 在做这个 手掌 本身 手掌 在做这个 这个运 运动 好 有没有动 好 好 去练 练 练到这个 好 本身要不动 对 有没有动 行 行吗 好 好 好